今天是9月7号周六A股不开盘 周末大家日子应该是非常的难过的 周一到周五这几天连续创调整新低股民损失惨重 在周五晚间暂时爆出了重磅的利空 美国在9月份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了50% 也就是说大概率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降息的动作 如果说美元降息来的话 全球的资本市场或将兴起腥风血雨 那么A股会不会大跌 会不会跌破2700 跌破前期的低点2635 哪些方向又要特别的小心 大家这些关系我们就当下的市场做一个解读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有你的点赞加关注 讲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一周周一到周五 大家亏了多少有没有超过10个点 如果你在这一周颠覆超过10个点 我觉得你还是算比较什么比较幸运的 因为在这一个周期里面有人跟我说 他一个星期亏了30个点大家相信吗 但事实证明A股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 如果你节奏不对很容易大亏 所以在操作上面我一直强调大家节奏很重要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去追高 因为你去追高的时候 你往往容易高位接盘高位站岗 有人会说为什么人家能够壮大钱 人家最高能够吃肉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操作思路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热点板块的博弈 你要不就去参与最强最强的去点 要不就不要去 你比如说现在市场最强是谁滑墙 如果你这段时间一直盯着滑墙去的话 你是不是能够吃肉 但是很多人不敢去很多人怕 你越不敢去你越怕哎他越涨 那你感觉哎这个滑墙涨了几倍了 我不敢去我买个涨一倍的行不行 偏偏你涨了这个一倍的一去的话 完蛋了两三个跌天板直接把你带坑里去了 所以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谨慎 好再加上全球市场风声鹤唳 那我们看在周五晚间 全球市场表现非常的差 看这里 这是欧洲股市的收盘情况 欧洲股市几乎都是全新下跌的 很多跌幅是超过一个点 美股美股的三大指数 跌幅多超过了一个点 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是2.55 可以说是大跌 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 他的k线已经走出了一个什么 走出了一个往下杀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的走势对全球指数不行的影响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美元降息的话 对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形成大的一个什么压力 不仅仅是美股 相关的一些股市 比如说什么 台湾 比如说日本这些地方 很有可能跟随大跌 跟随暴跌 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还有大家可能发现最近的什么 最近的大东商品市场也出跳水 你比如说纽约金国基金是吧 在周五晚间也出跳水 好 除了他们跳水之外 还有什么原油 这些东西也说下跌 你看 大家看来这是原油不能特油的走势 在周五这里也是出现一个快速的跳水 跌幅是1.68 也是属于个什么大跌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大多商品 包括其他的一些主要股市 在周五晚间多出现的怎么下跌 甚至出现大跌 毫无疑问 我们的A股在周一 面临的压力可想之 好 全球大跌或者说停球 有可能上一股灾行情 对A股接下来行情怎么办 哪些需要注意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A股在周五的话 走出了一个什么高开低走行情 高开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正确的重组利好 航母级券商要来 但是并没有拯救外股 反而给了这些资金高位出逃的机会 所以我在昨天前年跟大家讲过 中国股市为什么转不起来 原因在于什么 其实大家心里就明白了 看到我前面视频的都知道了 好 那在这种行情下我们的市场 在对吧 下周很有可能再创先听2635 2635这个位置真有可能跌破 所以这个时候是股民非常难过 非常是什么 非常之 难受的时候了 可以说是内忧问话 什么意思 内部的忧虑 内部的问题很严峻 对不对 大股东不停的套现 不停的出 然后万万为市场 又什么 面临着美元的压制 面临着什么 其他市场的压制 所以我们中国股市 这个时候是非常之弱的 我在昨天昨天说过 现在我们的A股 这些资金出逃 已经是吧 已经是非常的疯狂了 为什么非常疯狂 自从在这个位置出现什么 新国九条以后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A股市场 几乎每天的市场资金都在流出 不是卖几十个亿 就是几百个亿 几乎天天在流出 那在下降这种市场能够 能够好吗 有人总说我这个问题 我刚才不是说要限制他们的卖出吗 然后翻红没有达到多少比例才可以卖了吗 我在昨天视频里跟大家讲过 大股东现在有一个招什么招 是吧 我在二级市场不好卖了 卖不出去的好 我通过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找什么 找基金接盘 找私募接盘 找一些大资金接盘 我给你告诉你我这个东西 我给你什么打折打个八折行不行 我八折卖给你 你要你在八折 整个低价是吧 那么你可以在市场上 澳洲市场上卖出 你想想 大股东给他打个八折 他打个九折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所以他还有钱赚 他还有利润赚 那么最终买当的是什么 最终买当的不就是我们市场的这些股民吗 最终买当的不就是我们这些基民吗 所以说钱进了谁的可败 进了大股东的可败 还进了水的口袋 进了基金的口袋 进了这些私部的口袋 甚至接着一些什么 这些接盘资金的口袋 最终买当的还不是我们普通的股民 所以A股之所以涨不起来下跌 资金为什么总是在流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现象 讲了这么多 大家心里多理解了都清楚了 好 我们回到市场 A股现在是风声鹤唳 到这个时候 全球市场下跌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避开一些行业 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市场 其他资 资产的一个走势 来解读一下 就比如说原油这段时间下跌大跌 以后原油这段时间还出利空 什么利空 大家知道吗 就是 有一些国家很有可能恢复原油的产量 提高产量 那么以中国石油 中国海油为代表的相关石油企业 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谨慎 你看中国石油在前段时间是不是上涨了 而且这个涨幅是比较大了 那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位置估计是有些追的高的 朋友们 高位追进去了 后面有反收反弹的赶紧的行册 那买脚票的 不要轻易的去参与博弈 因为它的整体趋势是下行的 这个时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除了这一块之外 与之相对应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石油开采之类的东西 就整个石油产业链 这段时间都是需要注意的 都是需要小心和谨慎的 好 说这个方向之外 你看到 就是如果说美元降息的话 是吧 对整个大宗商品方向 就是比如说铜金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大家知道 大家看护银的走势 这个是一个银的走势 那么银的走势 在周五是不是也出了大跌 那么相关品种是不是会出现大幅度下措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还是整个有这个预期的 所以在短期的话 大家对这个方向也是需要小心 需要警示的 因为前期它涨幅比较大 那么近期的话还是需要注意 但反过来有人会讲 这个石油价降低 还有什么原油降降低 对黄金来说不是利好吗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在周五的时候 也出现了一波跳水 对不对 黄金在周五的话也出现了一波跳水 那么黄金整体来说它的趋势是什么 是上行的 并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对黄金这个方向 可以理解为什么 多头状态下的什么回踩 那么黄金很有可能就被其他资金给什么 给给关注 或者说被其他资金给抄底 但是整体来说全球 大众商品都在下跌的情况下 黄金想要什么一枝独秀 想要单独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黄金相比其他的一些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是吧 经济下方的支撑位 就是说下方支撑位强支撑位 我们可以考虑博一下 博一个什么 博一个反出 这个要区别对待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就是看美股的走势 美股表现最差的是什么 是科技股 那么科技股的话主要涉及到是英伟达 苹果 这几个大家伙 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在周五的话 又是大跌 跌幅4个点 那么英伟达这段时间是表现很弱的 对不对 那他代表是什么 代表的是AR方向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相关的AR方向 应该也不会特别的好 那有人会说 那他跌了 但我们的AR方向 对不对 我们相关行业该怎么办 其实没必要纠结 我们的AR方向很多票都是属于低位的 借这一波调整 借这一波沙跌 我们可以考虑是吧 一些好的品种 潜伏低息 这个我觉得没毛病不纠结 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小心的是高位票的什么 高位票的这个沙跌 不要轻易的去接盘 不要轻易的去顶 这才是重点 从市场目前的反应来看 A股的沙跌应该是权重题材一块沙 权重题材一块沙 所以我们相关的品种的话 近期没有出现明显的什么 这个量能的情况下 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好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品种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记住 前期大涨特涨的中特估方向 也是需要注意的 你比如说像度过移动这种类型的票 近期确实表现有震荡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注意 这个高位如果拉起来的话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不要轻易的去顶了 因为它也是属于什么 属于科技这个范畴 那么短期不排除说 科技股的压制 它也有一些 有些什么大分歧 大波动 这样的大家还在注意 当然 它趋势避免坏 我觉得它中长期还是属于向好的一个趋势 但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还是要避开高位前期大涨的暴涨 那一说起这个肯定会说 哎呀 那我们的银行怎么办 银行在高位怎么办 其实银行板块 大家看一下它的走势 近期是连续调整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中国的银行板块 它其实在位置上面 是属于近期是属于高位 所以后面的话再往下刹 它会存在超低反弹 存在超低反弹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银行的走势 你会发现 美国银行在近期走势也不是特别好 开始杀势的 那么美国银行暂时出现利空 什么利空 巴菲特公司 大量的抛售美国银行 说明什么 说明全球的市场 是吧 资金都在什么 都在恐慌 尤其是这些高位的这些东西 像这银行板块 大家知道该走办了吗 对吧 美国银行的沙跌可以可能可能说会影响我们中国银行板块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觉得影响不特别大 但短期来说 压力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是什么短期避开这个沙跌大跌 你要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什么 准备好子弹 迎来抄底机会迎来新轮的机会 全球市场进入了一个什么进入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候 或者说危险的时候 我们能做的就是 多看手动 把自己的窗位控制好 你后来找准一些核心品种 杀到低位 做一个潜伏低吸 博弈反出反弹 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才是对的